半夜起床 會吵到我老婆 他活大了 就叫我每天晚上 去跟狗睡覺 那你自己會不會去看醫生 應該不會吧 看什麼醫生 為什麼 感覺男生下面有問題 有點尷尬 沒關係啦 去出睡啦 再活幾年 沒看醫生會洗腎 你在這裡認識的朋友很多都是 晚上都起來尿尿 差不多 十個大概有八個都是這種症狀 老人都會啊 怎麼不會呢 沒看醫生會洗腎啊 會怎麼樣 沒問題啦 去出睡啦 再活幾年 不知道你有沒有曾經遇過呢 半夜要起來上廁所 而且頻率越來越高 愛注意哦 小心 夜尿症已經早上門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Snow 盈婷 今天很不一樣吧 我們來到街頭囉 要陪大家關心你的健康 我有特別看了統計資料 你知道嗎 全台灣40歲以上的人 近四成都有夜尿症的困擾哦 不要以為夜尿症還離你很遠 所以今天我人就來到了萬華 我要好好針對 我們40歲以上 甚至50歲以上的中年人 好好進行調查 看他到底了不了解自己的下半身 同時一起來破解他們的迷思 走囉 GOGO 欸 這位先生 我發現你住在這裡很久了哦 對啊 上班時間嗎 在打婚了 哈哈哈哈 有沒有幾分鐘 借我訪問一下 可以啊 我很多時間 很多時間哦 欸 我想問你哦 你有沒有聽過 什麼叫做夜間多尿症 夜間多尿症是什麼東西啊 是沒怎麼特別聽說啊 有印象呢 沒有耶 沒聽過耶 有 老人都會啊 怎麼不會呢 那你在這裡認識的朋友很多都是 晚上都起來尿尿 差不多 十個大概有八個都是這種症狀 年紀大都關係了 欸 我爸就有這方面的問題 真的哦 對對對 好像會影響夜間方面的生活問題 夜間方面的生活指的是 夜間精彩 開心快樂的運動還是 有啊 就是半夜尿尿很多次啊 那個 哦 有性子有性子哦 半夜尿尿很多次 所以是幾次 覺得三次啊 三次就 應該是五次以上 對啊 多哦 對不對 無三不成禮啊 對 五次以上對不對 錯啊 半夜起來兩次吧 第一次遇到答對了 來幫我貼上去 這個我一定要慶祝一下 終於有人答對了 那你覺得會造成夜間多尿啊 比較可能的主要原因 是跟身體哪個部位出問題有關 呃 比方大腦啊 或攝護腺啊 或者是膀胱 你覺得會跟哪個比較有關係 我覺得是膀胱的問題 是攝護腺吧 攝護腺吧 攝護腺啊 攝護腺 嗯 我有聽醫生跟我講過 好像是那個大腦出問題 哦 下巴掉下來 幫我黏幫我黏 它是正確答案耶 目前遇到第一個答對的 晚上一直起床尿尿 這樣子也蠻困擾啊 那你自己會不會去看醫生 應該不會吧 看什麼醫生 為什麼 啊 感覺男生下面 那個有問題 是哪個欸 是哪個啊 有點尷尬啊 功能退化而已啊 不用啊 只是茶水喝多少想像的尿液 我應該不會吧 應該應該 應該年紀有啦 沒關係啦 去出歲啦 在活幾年 每天看醫生會喜慎啊 會怎麼樣 如果你遇到這個狀況 你會不會去看醫生 自己找偏方 蛤 找偏方 像是什麼偏方 我偏方很多 你好像很變熟 不知道你是誰 我周子余的周子余 我沒有拉虛咧 周子余 你搞什麼啊 你的偏方是什麼 不能講 不能講 你自己有因為夜間多尿症 去求診嗎 哦 有有有 我以前 我以前 半夜 起床四五次 人家睡覺 是越睡越有體力 我的睡覺怎麼搞得 是越睡是越累 哇 那孩啊 所以有影響 具體影響到你什麼嗎 每次半夜起床 都會吵到我老婆 後來他火大了 乾脆就叫我每天晚上去客廳睡覺 去跟狗睡覺 哦 家庭失和 事情大條啊 登登登 經過我們今天明察暗訪呢 我們真的訪問了非常多的人 都會發生你的眼鏡要跌破的狀態 還好我沒有戴眼鏡 你看看 竟然有這麼多民眾 我認為 晚上起來尿尿 沒啥大礙 根本也不用看醫師 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NG迷思太多太多 所以今天 我們進行的醫師來直求對決 接下來讓我們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泌尿課醫學會 繼現場教育委員會的委員 同時是台大醫院泌尿部的主治醫師 洪建華醫師 歡迎洪醫師 小燕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台大醫院泌尿部洪建華醫師 洪醫師 這次發生什麼事情你告訴我 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今天路上隨便問啊 很多人都覺得晚上起來尿個兩三次 沒啥問題啊 沒什麼大不了 這是正確的觀念嗎 其實這個問題 我們在診間也很常遇到 病人會有這方面的迷思啦 所以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澄清一下 事實上 液尿它有一個很明確的經驗是根據 國際尿師經營防治協會 ICS還有一個定義的 它主要就是在主要睡眠期的時候呢 需要起床去尿尿 那夜尿事實上你只要有一次喔 根據ICS的定義 就已經叫做夜尿了 那如果是夜間多尿 事實上它是 在夜尿的基礎下 每天晚上起床解尿的次數的那個量 累積起來 超過整日量的三分之一 那叫夜間多尿 所以夜尿跟夜間多尿 事實上是有一點點 很容易讓民眾會混淆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今天就針對大家對於 夜間多尿的迷思來一個個破解 認為是攝護腺導致它夜間多尿 或膀胱的人真的是大多數欸 那到底是什麼造成夜間多尿的 那夜間多尿事實上它是 上下呢都可能有發生問題 因為它是一個多陰性的 所以什麼叫做夜間多尿 事實上它跟一個上面 我們大腦有一個叫做 抗力尿基礎很有關係 當抗力尿基礎它的分泌不足 或者說它的受起的敏感性就是比較差 這種情況下你的尿液就不會濃縮 所以晚上呢就會發生夜間多尿的情形 今天真的問了好多人 然後問他說你晚上有尿尿的問題 那你要不要去看醫生 大部分的人是說 啊就起床放流一下 要問醫師喔 這個有點難以起思欸 那真的一定有需要去看醫生嗎 其實這個問題也問得很好 因為像來診間的病人有時候 他是為了別的原因來看 例如說勃起功能障礙 或者是其他的病痛 評估密尿道的一些症狀的時候 會問到說 他有沒有夜尿的問題 可是有趣的地方來了 就是有些時候我們問北北本人 他都說還好 結果呢他的診邊人就會旁邊說 沒有喔他每次都起來 因為困擾的其實是有時候是診邊人 像我的病人他可能是 白天是計程車司機啊 或開車的 那你如果有夜間多尿 常常要起床 那隔天的精神不濟 哇你沒睡飽怎麼辦 對太危險了 喔所以不是你覺得自己有沒有很困擾 你可能白天的工作跟生活 是完全被打亂的 那可能不知之對不對 其實有一些病人也會發現 有長期下來會有憂鬱的問題 然後更嚴重的就是 有一些研究已經發現說 這種夜尿的病人 他長期來講的死亡風險是比較高的 那你有聽過很多故事就是 半夜爬起來 結果跌倒了 那就骨折了 那這個都會增加死亡的風險 如果真的發現自己有夜尿症 那今天也看到我們節目 覺得我要該做治療 可是他很困擾耶 我要看哪一科啊 那不論是夜尿或夜間多尿 其實都可以去 密尿科的門診 因為我們後面會再幫他做進一步評估 評估說他背後哪些原因 所以第一關其實你直覺想是尿尿的問題 就去找密尿科 你就可以去一一的分析 自己該看哪一科了 那我相信大家其實都很關心自己的健康 如果真的發生夜尿症 然後可以去尋求醫師的幫助 那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做搭配啊 既然問到這個問題 我可能帶到一下 其實很多民眾還有一個很常見迷思 睡前一杯水 避免中風 避免心肌梗塞 好像有一些老人會這樣想 睡前跟醒來的時候各一杯水 對對對 那可能就是趁這個機會跟大家說 事實上這個是 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通常我會請病人睡前兩個小時 就盡量滴水不喝 不要西瓜拿來又吃 很尿尿的水果也不要 對很重要 因為我們台灣人很喜歡 晚餐每一餐 飯後都要配個水果 對那我會請他說你要吃可以 你中午吃嘛 不要一定要晚餐吃 除此之外 如果說你發現 例如說白天的時候 常常例如說一些坐輪椅的長輩 腳四肢比較腫 這時候我會請他說 可以在下午的時候 抬高他的下肢 甚至按摩 那有些病人 我會甚至請他穿彈性襪 讓你的腳的不要那麼浮腫 導致睡前血液的回流增加 那也會讓夜尿增加 這些都可以透過 非藥物的方式 生活飲食去調整 而且我特地有幫 所有的好朋友一起到 泌尿科技學會看一下 據我了解 竟然有個口訣 大家可以記在心裡 叫做夜尿 三二一 三就是 你晚上起床尿尿的尿量 是一整天的三分之一 愛注意唷 二是什麼呢 晚上起床尿尿超過兩次 不妥不妥 那意義是幹嘛 就是發生這些狀況 你要去找醫生 好今天也有很多人分享說 經過好好治療 早點發現 早點治療 他就可以享受很愉快的生活 太太也會很喜歡他 不會覺得晚上一直朝他起床好不好 婚姻會幸福美滿 今天非常謝謝洪醫師的分享 那也祝大家身體可以很健康囉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謝謝 拜拜